我第一次见到李小泉的时候 其实是一二年张伟的时候 她TOO COO来演出来 他们哥俩不是都在吗 我特取 我们不是那个导演组 一同组这块吧 然后他俩就演完TOO以后 下来说 我忘了他们兄弟俩是谁 说有点感冒 找点什么感冒药 但是呢 他们突然站边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这边 我竟然找到了他俩区别 才长到来 不是 一对双胞胎 然后我看着说 不是 不是你们哥俩长得挺像的 然后他们俩看着我特别干的双胞 嗯巧了 我们俩双胞胎 你也很巧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那之后就分不出来了 然后我现在分别他们俩 看眼神吧 不是 分别他们俩 就是唯一一点就是 他哥见着我 没有任何反应下 嗯 说话都是李小泉 他想说 哟 李雅你来了 就是特别热情了 这就是一件事的 你哪单位的 你哪单位的 好多人都分不掉 我跟你说 你不用分了 就跟你说话 肯定都是李小泉 对 我们原来 原来就是 刚才想说吧 一怎么分一个是看纹身 看纹身 他哥脖子 那是冬天不试用 对对不试用 那就看眼神 对 吃奶酒过来 这肯定是小泉 对 有时候特别不爱说话 就是挺那个什么 就是眼神 眼睛有神的那个 肯定是 那叫他哥 小泉 那是嗦嗦嗦的 那是你知道吗 那我有时候都认错过 我就 我那时候认小泉好几年了 有时候在死过 我还以为是那个小泉在 然后我还有人来了 然后小泉就回头 他冷静是吧 我跟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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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小泉在那边 我跟小泉在那边 我跟小泉